MISS ANNAS 這些是否可以丟掉? 不要丟掉,其實這些可以拿來做手工 第一個小手工就是咖啡渣 平時喝完咖啡渣 其實我們要曬乾,因為很乾才行 否則會發霧 材料很簡單,咖啡渣,白膠漿,薯條棍和手工紙 把白膠漿在手工紙上畫了你喜歡的桃圓 畫完之後就可以把咖啡渣灑下去 乾了之後就可以把四條薯條棍黏起來 變成一幅很簡單的咖啡渣畫 第二個手工就是雞蛋殼畫 什麼雞蛋殼都可以做成小手工嗎? 我們平時吃雞蛋有不同顏色,有深有淺 把雞蛋清洗乾淨 中間看到有些咖啡的嗎? 其實要把它撕掉 一定要乾淨曬乾才可以潤 我們做的時候很簡單 首先我們可以油了顏色,或者不油也可以 我們需要一張紙 紙上用白膠漿,又是畫了桃圓才畫 之後就可以把雞蛋殼逐快整碎,這樣黏下去 第三個就是蔬果或手工 譬如說南瓜、冬瓜那些,裡面都有些核 把它曬乾之後就可以用來做創作 今天做這個創作的材料很簡單 就是罐頭、雙面膠紙 這些其實就是我們用的手腕繩 就是我們的紙袋爛了不要 我們可以插那條繩出來都可以用來做創作的材料 把雙面膠紙貼上去之後就可以用這些手腕繩來做裝飾 我們在上面的白膠漿就是任意發揮我們的創意 就把不同的蔬果糊就可以鋪上去 就是一個很有趣的盒子 好了,現在第四個就是蔬果印章 這個手工怎麼做的? 做的時候又有些什麼要留意呢? 吃蘿蔔,我們會切了頭和尾 切完之後,不要丟 就把它用來挑剋的 挑剋的時候,可能用一些挑剋刀 小朋友會注意,因為刀都很靈 把它切一些不同的圖鋒 塑膠材,可以用一些brush去塗下去 之後,我們就可以用紙袋印出不同的桃園 用來做花紙也可以 印在卡也可以 或者印在布袋也可以 看看小朋友怎樣發揮創意 我們就做了四款手工 不如你告訴我你最喜歡哪一樣,好嗎? 好啊,我最喜歡就是這個雞蛋 做一個雞蛋殼 因為這樣會很像卡卡飛 做一種小狗 Mis Angus 怎麼會構思到 用廚餘來做親自環保手工呢? 其實我一向都鼓勵小朋友 會利用家裡不要的東西 來做手工 在疫情期間,我相信很多家長和小朋友 都會在家裡煮食 我們沒有發現 其實煮食我們有很多不要的垃圾 所謂的,例如雞蛋殼 可能有些果核感 其實如果我們可以充分地利用它 做一些小手作的話 我們不但可以發揮小朋友的創意 還可以加深他們認識到外戶環境 我們都不怕